上班族长一上下班时间不固定导致错过倒垃圾时间 台北市政府资讯局没和研发自用回收集点处置设备的业者 在社区大楼放置智慧垃圾桶设备 实验民众自助丢垃圾的可行性 目前已经在中正区01街社区大楼设置设备实验 资讯局主秘陈慧敏说 业者表示iTrash垃圾回收整合系统设备 可以压缩及密封并可以抑制臭味 前24个小时都能接收垃圾处于和回收物 但比照专用垃圾袋的付费概念 使用智慧垃圾桶也要付费 如果丢弃一般垃圾或处于每500公克收费4元 如果是回收则可以获得储金奖励 累积10个宝特瓶或8个铁铝罐就能获得1元 付费方式采悠悠卡即可累积 预计今年在中正区和北投区设点 明年扩大实验 再次